要查这个国安资料 结果完全查不到 那么据了解呢 陈志忠到日本去的时候呢 如果他去的是这个九州的话 这是由吴淑贞的堂哥吴锦玲来接待 如果他在东京的话呢 是由国内的民法医高大成的哥哥来接应 他哥哥的司机还带着陈志忠 跑跑跑灶 那么今天上午呢 高大成是已经证实了 但是他强调 哥哥绝对跟扁家洗钱案没有任何的关系 洗钱案爆发前 陈志忠常到日本爬爬燥 是谁坚硬的 就是他高清泽 是国内知名法医高大成的哥哥 比如说他们来日本的时候 他就打电话会跟我哥哥讲说 不然麻烦哥哥的司机去接送他一下这样 就这样接送啦 还有去玩的时候送他去哪里 去旅馆干什么这样而已啦 打开日本网站 高清泽在日本这家大日病院当院长 日本名字叫做高本景友 他在日本签业线从11页 已经超过30年 令人好奇的是 高清泽怎么会和扁家扯上关系 这是金友陈总统的朋友介绍来的嘛 他朋友是谁 我不晓得啦 但是我 我在想会不会是黄医师啦 黄医师 黄黄燕 因为他跟我哥同学嘛 洗钱案闹得满城风雨 高大成挂保证 他的哥哥高清泽和扁家洗钱案 绝对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不可能 因为我哥他也没去逛的朋友 你说钱要带他去忙而已嘛 谁知道 高大成更直说 哥哥高清泽因为不想卷住洗钱案 已经很久没有回来台湾 他担任我来说他不想回来 为什么 因为他回来 没有的事情就会变有 他最讨厌这样 怎么说 就是说 现在当时就带他去问嘛 他其实也说我不知道啊 可是出来就不能我知道啊 扁家海外面杖持续惊爆 在日本也藏有巨款 相关人士一一扶上台面 但都划清界线和扁家彻底切割 顺序涵志兴 徐毅林台中采访报道